皮肤有黑五官深邃 喜欢戴着墨镜 他原著名的名字是达亥 乘坐过由他带领飞行热气球的游客 都对他详细的解说和高度亲和力赞不绝口 他乐在工作享受热气球飞行的成就感 不断钻研热气球飞行的技术 达亥带我们体验地貌飞行 稻草上或者是刚刚也有 茶叶上树梢上 比较容易让乘客感受到 他在行进的那个飞行的感觉 在前方有一只炙鸡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暂时熄火的状态 所以呢还是还蛮安静的 他丝毫没有发觉我们的存在 跟在后面炙鸡完全没有发现 我们在跟踪他又去极了 稳定的操控热气球 相信达亥一定下了很多功夫 达亥说到了假日 还是会到陆野高台 几乎以陆野高台为家了 其实你现在叫我睡到八点也 很自然还是三点就行 因为已经变成一个 对啊 像我们民航局要求要飞六修一嘛 其实你修了那一天是最痛苦的 因为睡也不是 然后就是身体没办法调试回来 还是会自己跑跑到高台来 你一边坐在那边看他们是怎么飞这样子 第一次坐热气球和坐飞机一样飞得很高 但是跟俯瞰大地的感觉就是不同 有乘客说贴近树木的时候 感觉自己是电影卧虎藏龙练了秦工的李木白 才在树叶上这种奇特的感受 亲身尝试才能够体会 令人赞叹感动不已 降落后和达亥留下照片是毕生难忘的回忆 动态新闻黄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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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